香港多个团体星期日举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暴行宣讲活动 希望走遍香港,向市民解释,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并非真普选 香港民间以及泛民主派等多个组织的百多人 6月7日早上10点半,在九龙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了 名为是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的起步礼 希望通过公民的力量,向港大市民解释目前的政改方案的本质 跟下去就是要拆穿政府和建制派的虚拟 打破建制派垄断社区宣传的域面 透过公民社会的力量,亲身走遍各个社区 走向群众解释为何我们要否决这个政改方案 而在出发前,参加者是举起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横幅 高涵拒绝假普选,命运我自主的口号 亲建制派团体也派人到场是渴赌彩 隔空和泛民主派人士对骂,高涵推倒政改,千古罪人 而由百多人组成的队伍在星期日下午,也就是兵分七路 分别是在香港岛、九龙以及新界的闹市或地铁站附近 派发传单以及贴纸 人民的队伍 派人们知识 派人 派人 感谢观看